当电影里我们有变形金刚 漫画里有小叮当 在榴莲台里我们有天马行空 在这样子的一天呢 我们就是觉得说 有一点慢慢的进入工作的一个心情了 感觉上还不进入状况了 慢慢嘛你知道吗 就是需要一些酝酿啊 或者是要把那个过年的心情找回来 要赶快回来了 转买了 那么呢我们就想说 在这样子的一个星期二的早上呢 我们常常会觉得说 在小朋友啊 可能要上课 有时候小朋友呢的心情也是要劳改一下的 所以呢也是需要花一些心力呢 就跟小朋友一起哄一哄啊 或者是也是一种生活的乐趣啦 怎么哄他们呢 可能就说 周末我就带你去动物园啊 这样子 不用啦 你叫他看你就可以了 多么可爱对不对 看那小鹿开开 小鹿把门开开 大灰狼来杀你了 怎么提起来那么血清暴力啊 就是这原因是很暴力的 他就喜欢这样子的这种小红帽 是可以杀杀这个狼的 是不是看喜太郎 那个不是喜太郎 灰太郎 灰太郎 喜羊羊 对喜羊羊 就是在 你看看多了灰太郎 喜羊羊就是这样子吧 你看 那么在 其实在丹麦的一家动物园里 有一个 长庆路 他就被杀害了 其实在这家动物园里 他常年的每一年 大约都会杀死 20到30只的健康动物 他为什么要会杀死 这只健康的长庆路呢 这个健康的长庆路 因为他的 携带了一些 近亲结婚的基因 那么近亲结婚的基因呢 他如果在繁殖的话 他会产生奇异的类型 或者说 他对于他后代的繁殖 是有不利影响的 所以大伴的动物园 为了保治后代的纯种啊 就把这只健康的长庆路 给杀掉了 这个是很残忍的吧 我觉得每一个生物 他在这个地球上 或者在这个世界上 他有他生存的权利 你没有办法去剥夺他的权利啊 无论他是近亲所产下来的 还是说是任何的栖形生下来 总之生下来 他就有这个生存的权利 除非是他自己夭折了 那不同 另当别人 但其实我在想说 不只是动物园呢 在水族馆 动物园等等 其实很多时候 也有已经被批评 动物园的存在本身呢 就已经是相当的财忍了 但是有 但是有时候会 刚才你也说啊 小朋友会去动物园 去看一些动物 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状态 其实这一方面呢 人类也为自己提供了 一个方便和一个 观赏动物的机会 是动物园啊 但是另外一方面 动物就会受到一些虐待 或一些他们的习性 会相对的会改变一些 这也 如果是这样子做的话呢 对于动物它避免不了 是一种伤害 但是呢 其实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 我曾经想过一个故事啊 就是昨天我看到一个故事 当时呢 孩子因为当时是一个家庭嘛 那个家庭的树上有一个 应该是一个喜鹊在建屋 而且这个喜鹊呢 它有一个习性 它就容易把别人家的这些蛋 做成自己的蛋来服务 就是把偷别人的鸡蛋来服 那么是这样子一个情况 当时的孩子就跟妈妈说 妈妈它是一个坏家伙 它经常偷别人家的宝宝来养 所以在这样的时候 妈妈是不是应该把它打掉啊 妈妈说动物的事情 让动物去解决 人类不知道动物是喜欢 还是不喜欢那样子的生活状态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动物园的 他们生活的一个状态当中啊 可以看到动物 有他们的生活状态 但是一旦动物走入人类的生活 那么人类就有权控制 它的一些东西 我不认同这一点 这个说法 为什么动物走入人类生活 人类就有权控制 他们的这个生活 如果其实有一部分啊 你看我们像野生动物 像有一些动物世界 他们有一些狮子 捕杀长径鹿 这是自然的生态环境 熟练的生态环境 是理所应当的一些事情 如果呢有一部分 人类为了欣赏动物的一些习性 把他们关在笼子里 让人类去观赏 这一部分也许 这这也是 我不能说是不对 它是人类正常生活的一部分 因为它为小孩子提供一个科学的教育 对于动物来说 它也是它的一个 应该是有有利于它 它的价值 一部分它的价值 在这方面我感觉它是有一部分是有利的 自私的一个心态吧 我觉得人本身已经到了一个很奇怪的心态了 比如说像刚刚你说长颈鹿这件事情 这个长颈鹿是怎么毁灭的 虽然是人道毁灭 但是呢 动物园的一些工作人员 是在一群的游客 包括小孩子面前的将长颈鹿解剖 还有肢解 你能想象到在小朋友来看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 他们心里可能对一些会造成一定的冲击和伤害的 因为长颈鹿是对他们来说 你在课本上学的 它是一种比较温寻的一个动物 然后同时呢 它是吃这个叶子啊等等 它不攻击人类 但为什么你要这样子来对它 小孩子可能有这样子的疑问 那是不是应该想象一下 在对待一些动物的同时呢 是有些事情呢 比如说你要把它关起来 你要把让它有一个教育的用途 但是呢 当你做一些教育用途的一个目的的时候 这个整个过程中 你没有想过 它可能会对一些小朋友造成一个冲击 那这方面好像是刚才 似乎它不应该面对一些儿童 把它直接给杀掉 或把它的肉喂给其他那个那个狮子吃 那么另一方面 如果说我不杀掉 我不通着很多人去杀掉它 我背地里去把它杀掉 这样的一个杀掉 是不是对于整个动物园来说 它是一个合理的事情 其实或许我觉得它到最后 也只是程度上的不一样 像刚刚说的 我们都已经能够把动物的 就是把它关起来 改变它们的生活方式 其实也已经是已经用了一种 我们超越 觉得说我们可以把它们上的生命 掌控在我们的手上的时候 其实杀掉跟不杀掉 其实我觉得它的程度上的不一样 所以其实也是可以看到说 像我们看到在刚刚说丹麦吧 有一些动物组织就批评说 院方的作法是不人道 并且呼吁公众呢 就背给这个动物园的参观 那目前已经得到相当多 大部分的 相当有三千多人的联署活动了 就是在社交媒体上面呢 或者是在网页上联署来救 这个这些动物了 但是呢 其实刚刚也就是一个思考点呢 到底人类能够掌控多大的权力 在自己手上呢 就是把其他的动物的生命 掌控在我们的手上 但是我还是看一个量吧 如果说动物园认为 现在长径鹿的数量很多了 私养也很麻烦了 或者说他如果再继续进行结婚的话 那么他后代一代一代的繁殖 对于整个生物链 或者对于整个的这个长径鹿的后代 他会起到一个不好的作用 我认为有限量的这种 善良的去杀 应该是合理 合情合理 是不是有其他的方式去解决 我觉得人常常会把一个东西呢 就是就是变成了怎么说呢 变成找一些理由 来合理化自己的一些做法 你看人道道德这样子的件事情 对动物对人也是一样 你看现在这个在中国扫黄的这个事情吧 我看了这些照片过后 我突然觉得我挺心酸的 那感觉怎么样呢 你贴谁心酸的 就是这些从事性工作的这些人 我不把他们叫成 你看这个电影有一部叫金鸡的吧 讲的就是妓女 就是说性工作者 但性工作者在中国呢 我不认识他们 我也不懂怎么样 但是我们看了很多的故事 是说这些为什么会从事性工作 他们有些可能已经到达了一个 没有办法 没有选择状况下 他必须出卖自己的肉体 来得到一些利益 来得到一些生活上 但是我有另外一个朋友 他会提出质疑 我当时也是和你同样的观点 会这样有这样的观点 他会说他也有生活别的渠道 他为什么直接要走向这个渠道 他可以像很多的其他人去打工 哪怕再辛苦 我也要去打工 去赚一分一厘的钱 难道是说你要打工 就马上有人可以请你吗 在中国状况我不熟悉 因为我不在中国待过 但是听过一些朋友在说 他们去中国做生意的 就说确实是有一些地方 一些地区 他们甚至要找工作 那人是多到 就是工作选人 而不是人在选工作了 所以他们已经到达 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你能怎么样 再不然家庭状况 比如说家庭状况 可能真的需要用到 急需一笔钱 那这怎么时候去 去哪里找这样一笔钱来 突然间 如果是这个方面 它就是一个道德问题了 你看驱舍的问题 但另外一方面 你可以有一些人士 有一些就是女性 他们就是宁愿自己饿死 他也不去做这种行业 这是一种人 是吧 但是有一种 你看像今天的这些大大 东莞的大行动 扫黄行动 他很多的这些女性 他们就吃青春饭的 25岁以后就不能做这个行业了 25岁之前做这个行业 而且在东莞的很多的工厂 其实都可以找到工作的 因为现在的蓝领阶层 它是很短缺的 所以都可以找到工作 只不过赚钱慢一点 赚钱慢 而且赚的钱少 对但是从事这个行业呢 他就赚钱多 而且比较快 对 所以如果因为这个样子的原因 为了赚钱来从事这样子的行业 是不是在某些程度上 让人感觉到不会收的 但我觉得这个是个人的选择 但我觉得像是 虽然刚刚就提到了 不管是 我觉得就是在市场上 只要是有需求 就会有供应了 所以呢 那我们所看到就是公安他们 就是警方方面呢 就出动了这次相当大规模的扫黄 那出动了六千多名的警察 来查封十二间的酒店 跟娱乐场所 那目前就拘捕了六十七个人 那有一些的 呃 调查呢 也是就是非常大规模的了 而且在春节活动的期间呢 这些像刚刚说的 像酒店啊等等 这些服务都没有停 都没有休息啊 他们也有各种各样的花招来吸引客人 哈哈花招 但首先我想我想说的一点是哦 呃 可能大家会认为说 哎 我是男人 我当然这样子说 但是无论我是男人还是女人 我的观点是在于说 不管是男是女 你既是男人又是女人 对 最重要的 我觉得最重要想说的是 他们做的这个行业 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恩此你刚才说 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无论是怎么样都好 不 我们不能够以 我们自己的道德标准来看他们 来做这样的选择 是是对还是错 因为我们不懂他们的背景怎么样 但是呢 我想说的是 他们既然做了这个选择过后 只要没伤天害理 我就觉得没任何问题 他们本身这份工作 他就有害于家庭的团结 为什么有害于家庭团结 因为一个家庭 如果男士有妻子了 他出去啊 就上 所以是男是是那个男士的问题 还是这位从事性工作者的问题呢 那就是 对吧 对吧 所以就是本身 他有供应 有供应 他有需求 你首先要控制那个需求啊 对吧 那怎么控制 那供应 他没有说这个供应是供应给这个男士啊 那他是供应给可能就是有这个需求 没办法解决 而且身上是 就身边没有这个性伴侣的人 我是觉得是这样子的话 其实这个从古至今都已经有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 这个确实我们可以找个课题来谈 非常 我觉得非常复杂 不管是在整个市场 包括人性等等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 现在在东莞呢 就是警方采取了这么大规模的一个扫补行动 而且当地的一些 就是警察呀 他们在搜捕了之后呢 就是在派出所啊 等等的这些地方呢 都有非常大 而且呢 有部分的还被停止了 只是涉及在这些场所 如果你本身有在这些场所出现的话 那可能也会被停止等等 那我们所看到 如果说你看说色情行业 就不免让人想到日本了 那日本 AV行业 对那日本呢 除了在AV行业非常盛名之外呢 他们可能跟中国之间 这个军事方面呢 也是会有一些紧张的趋势了 你说到日本 其实现在刚才我们在跳的就是日本啊 日本的 不现在要当有一个市长吗 要竞选 东京都的市长 现在安盆晋三 这方面的这个人选获胜了 那么这个人选 他的私生活也备受瞩目的 为什么呢 因为也许是色情行业的问题吧 那么这个他的私生活呢 他是结果三次婚啊 这现在的这名棋子 是第三任的棋子 而且他另外呢 还有两个两名 两跟另外两个女子 有三名的私生子啊 所以他的私生活也是很 呃 传承了日本的文化传统 那么他现在当了东京市的市长了 有部分的民众 其实你要说他当 他的主张是什么呢 他的主张就是啊 他维持 他建议建核电站 那么另外一方就小全村一郎 就前首相小全村一郎 这方面的这个他去败选了 他们的主张就是反对建立核电站 所以现在民众如果他能够胜选 是不是代表民众是支持建立核电站 这也挺有趣的 因为之前那个核电站不是泄露了吗 就造成了很多的问题出现 包括甚至让日本差一点都申请不到 这个奥运会的主办权的 但是现在呢 可能大家觉得那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 而且日本的国民会不会把这个看成是一个 无论是他怎么样都好 可能会威胁到国家安全 但是同时核电站也代表这个国家的富强 他可能也是让国外人看到 这日本人的一种自尊心 我觉得这是一个自尊心的表现吧 但是你很深受其害啊 你会从当地也深受其害 有很多自己的千人 也许是家属会因为核电站得上 但日本人的民族性他挺强的 你看他们就是很团结 民族性很强 他们自尊对自己民族的自尊是很强的 所以他可能需要靠一些这样子的 额外的比如讲像科技啊 科学啊核啊 这样子的一个科技的发展 来证明自己是一个强国 如果他少了这个东西呢 搞不好他就觉得说 他在心灵上可能缺了一块 他的民族性不能够完整 完整去显示出来 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呢 你看既然有 我会想到当时日本他战败之后 如果一个日本军人他失败了 他会拿刀杀死科技啊 所以他的内在的那种刚强性 和那种自尊性是很重于他生命的 对 所以他必须有一些东西来 来填补他这个空洞啊 他的空虚是在于 他没有其他的办法 比如说像日本 他就因为战败过 他可能在这方面有一个阴影 对于日本人本身 那他要怎么去让自己觉得 他对外是很强的 他从科技方面来来着手 你看日本在战败过后 在二战过短短几十年 应该是这个三十十年吧 他就突然崛起 不是突然啊 是崛起了成为这个亚洲四小龙 然后同时呢 也成为这个世界的科技强国之一 这不是偶然的 是他们出于一种好胜的一个生产 而且确实像你刚才说的 他们对于自己国家 不管是文化语言等等的 都是非常的有自信 所以到现在目前为止 去过日本都知道 他们到普遍呢 都是还是说日语的 那有一部分呢 是能够说英文 但确实比较少 而且可能说的也不那么好 那所以刚刚就提到说 在2020年 他们就获得了 可以举办奥运的举办权 那目前就有些奥运会的组织主席 他们就被质疑说 这个日本的外语能力不足 然后就是 但是日本的反应回应是怎么样呢 就是他说 这个是由奥运委文会主席 申喜郎 那他就说了 他说第二次世界战争 来做一个比喻说 当时候呢 英语是被认为是敌国的语言 所以从这可以看到日本的 我们刚才谈论日本的国民性 那国民性确实是很微妙 也很让人耐人寻味的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展示 也让人感觉到 日本的国民性究竟是怎样的 你看现在 其实这个东京都的这个知识呢 他当选得到了30%选民的支持 而总的同票率达到46.15% 而且肯定是有大部分的人 没有投票了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日本他是支持安培 如果按照这个选举结果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他是支持安培这方面的这些人选 那么安培的主张是什么 安培的主张是建立一个军事强国 恢复过去大日本帝国的那种辉煌 这是日本国民性 让人产生质疑的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 他是刚才说核电站的问题 因为日本他深受核电的害就伤害了 而且现在他依然支持核电的建立 所以另外一个质疑的地方 第三个质疑的地方是日本 这篇文章就报道 其实日本就是国民选民 更偏重重视现在少子高龄化的一个现象 现在日本就是很多人 他不生孩子 他很多人都变成老龄化和高龄化了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社会条件下 日本的国民性 我们刚才通过 大家都感觉 探讨它是存在很多的质疑 也很耐人寻味的 大家好 我是人民共产党资马牧区的州议员李建峰 在这边要祝大家马道工程 今年进步 李铃铛头 我是恩茨 最高照 我是薇雅 天马行空 我是颜月 是的 我们就回到了8点26分 天马行空 来跟继续大家说说一些国内的新闻 那其实从新年到现在 我们都一直看到这个马来西利 一直都是受到热烈的 在报道上看到热烈的一些新闻跟进 越引发越多的人事涉及在里面 然后越多人说话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其中的一位女演员 那也就是喵喵 她本身也是要招到了 要去给警方问话了 但这个过程当中 也没有太多透露消息 好像是被叫去问话了吗 还是还没问到 将来今天 今天会被警方招出来去路口供 那她本身是在上个星期五 就接到警方的电话通知 说在今天下午两点钟 就要以证人的身份 就去前往去路口供 那至于其他 我们知道说 剧中主要三位演员 那其他两位 不知道有没有收获通知 就不知道了 我们确定的是 喵喵她已经就被要求去做路口供的部分 她感觉到 其实自身感觉到很麻烦的一件事情了 自己只不过出演一个角色而已 结果招来很多的问题 而且现在她也说 我手头上的几个活计都退掉了 而且我最近几天会损失几千元的收入 我也要生活 我不生活怎么办 所以尽快的想把这件事了结掉 但是这件事确实给她带来了很多的麻烦 这是不是应该让郭苏清来承担 我昨天就听了 有另外一个媒体来访问她的一个现场录音 她就说了 其实她说就像报章说了 她说她接到剧本的时候 郭苏清找她的时候 就跟她说 她要演的是一个 叫什么呢 一个算命的吧 好像是这样子的 风水师 风水师 她是本身以珠宝鉴定 就是很可以鉴定珠宝的 因为专业人士来做一个访问这样子的内容 然后她自己可能就以沈殿侠 就是肥肥的沈殿侠的形象来揣摩 来怎样把这个带进这个角色 那有人质疑在像某些领袖的夫人 她确实是可能在一些事情上 课题上就让人会联想到 是这个首相夫人 会让人联想到是这样子 头型很像 也不说她整个造型 就说刚好名字或者是怎样 但是你怎么看都好 这是在马来西亚 你会直接把她带入这个角色当中的 肯定会 只是我想说的是 无论你演的什么角色都好 大家为什么要那么认真的 真的去对号入座呢 我们昨天也谈了吧 就对号入座 而且还加上这个警方 这个警方是援引这个条文啊 叫什么呢 就刑事法典第505B条文 还有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 第233EA条文 来调查这样子的事情 然后她说她是侮辱了国家领袖 我看来看去 我从头看了好 最少四次了吧 我在研究怎么侮辱国家领袖 我实在是找不出 那个侮辱的部分在哪里 她确实没有明眼的去说明 她怎样 她怎样的去说法 是侮辱了 是没有侮辱啊 但是她让人会对号入座 会想到一些事情 但是呢 我感觉警方这样子的调查 是没有结果的 因为整个她也找不出什么证据来 因为整个片子 她做得很严谨 没有丝毫的丝毫的漏洞 给警方看 就是没有痛脚让你去做 对 但是呢 林静苗她也说 我终究就是个角色 如果我演秦始皇的话 那么秦始皇也来找我 我觉得警方或者是 在政府这方面呢 她的做法并不是真的要把你定罪或入罪 她只是要吓一下你 让你以后或者让其他人看 就是杀一劲百 让人说 你要做这样的事情 你看我就让你有这个麻烦 苗苗自己都说了吧 她损失了一些伤眼 那对一些演员来说 和对一些人来说呢 这些部分是他们的收入来源 那如果你要这样子做 好啊 我就来给你一些麻烦 就是散发一些恐怖的白色恐怖 这样子就让你觉得说 以后做这样子 做这方面的时候 可能不管是演员方面 或者是制作单位方面都会在 就简单来说 郑重的在考虑 你只要去帮明连做一些什么事情 或者你再来呃 污蔑政府啊 或者来跟我作对的话 我就让你难堪 我即使没有办法让你入罪 但是我就要让你麻烦 其实我联想到前几天有个空军上将吧 他针对退骰墨支呢 他也就是提出诉讼了 他说这个呃 这个墨支是退骰的 呃 需要我需要上诉 但是因为他这种上诉呢 空军的就高层们就对他提起了呃 诉讼说他违反了军纪啊 违反了最高指令啊 之类的一些扣控控酷 呃扣供 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 确实刚才也说哈 只要是呃 你违反到执政者一方的一些利益的话 你本身就是执政者这方面的人 如果你一旦违反这方面利益的话 那么我们就会挑起一些 事由或事端来加罪加罪于你身上 但是呃 六另外其实确实是也是有这样子的事情 我不知道具体是真的还是假 我记得在呃 在应该是呃张建群的书里面 他他也说过当时他们呃 在应该是在非典的时候 还是怎样的时候 就是勤留感呃 疫情比较高峰的时候呢 他们去学校派派发口罩 当时学校的口罩已经不足了 他们去学校派发口罩 当时的校方呢 就禁止他们收名联议员提供的口罩 所以一旦收到名联议员提供的口罩 校方的校长这些高层们 就会受到国阵这方面的威胁 所以类似的一些情况也可以看到 确实是生活呃呃 对对于执政者的压力啊 民众的生活也是出于一个很呃 很有负担的一个生活状态 从另外一方面看起来 我我反而觉得民连这方面是挺同情他们的 同情他们是什么呢 就是感觉到就好像在民连的这个角度 没有办法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了 只能通过一些短片啊 调侃啊 或者是来绩效啊 这样子的手法来宣泄 或者表达他们的一些一些意见 或者一些看法 并没有办法通过一些很实际的行动 来做太多事情了 所以这就是挺悲哀的事情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另一方面 就在警方方面来说好了 因为或许就是之前有提到说有21个非政府组织 他们就前往去做报警 所以警方的动作也蛮快的 就开始现在有在做遭露口供的部分 但我们可以看到之前也有一些非政府组织 也是就是他要悬赏 说如果谁涨过郭肃庆的话 就可以获得他们的500500块令吉 后来听说还涨了身价到1000多令吉 这是很岂有此理的 但是内政部长去我们的安摩专系就说了 他说这个不算是一个threat 这不算是威胁 那其实这样子的最可能对郭肃庆外面来说 是一个威胁到人身安全的事项 但是在警方那边确实以这样子的态度来做回应 确实让人觉得说 还记不记得在之前应该是去年吧 有一位应该是中学女中学生吧 因为我不懂是在不小心的状况下 还是刻意的状况下就踩到了纳吉的肖像 结果就被警察叫去问话了 甚至好像有被扣留 为什么是这样子的一个标准呢 这句话让我想起最近李冠英说的一些话 李冠英说我们哪是神呢 纳吉领袖才是神 神圣不可侵犯吗 对对对 肖像神圣不可侵犯 但是这些非政府组织的这些人士 他们也把鸡血直接就撒在 这些明年领袖的这个肖像上面 是一种起伏 明年领袖一种起伏 所以把鸡血撒在他们 那明年领袖也可以把鸡血撒在他们 他们的这个肖像上面 可以不用用鸡血 用任何血都可以 华人喜欢吃猪血 这样子也可以用来试一下 起伏 所以可能知道郭苏卿这方面 他本身有没有去做一个报案 来说受到了这样子的威胁 或者只是阿摩扎西自己本身的一个说辞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 在这样子一个世界上 却是越野种下了一个种子了 我觉得在大家心中里面 已经埋在刚才说的一个 可能是一个恐吓的种子在里面了 可能这以后呢 也会限制到以后明年部分 在做一些事件上面的一些阻力 但是具体的 我们在这方面呢 有一个专题的课题 需要给大家详细的再谈一下 究竟这个短片的对和错 是有对还是错的 那么其实在下 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还有一个消息 也是挺热门的 那么这个热门的消息 应该就是日本和安华的事情了 日本最近大家也都知道 在日本方面 安华进入日本的时候呢 日本就阻止了 他的入境 那么现在的结果会怎样呢 会大受欢迎了 就是已经把这个角色有了一些改变了 就安华本身这一次呢 就被受邀到日本去出席一项论坛 叫做抽川和平基金会SPF的主席 他本身呢就向安华道歉 并且邀请他在月底的时候呢 在前往日本出席另外一项论坛 那安华这方面呢 也已经答应了 而且呢 这位他的主席叫雨生次郎啊 我还以为看到是雨生呢 写小说的 那他就说了 他将尽他所能 而且是绝对的有信心呢 能够确保事件不会重演 所谓的事件呢 就是安华被禁止入境的事件呢 不会再重演 所以他有绝对的信心 那换句话说呢 他有一定的影响力 而且也解释了 当初安华不能入境 其实也不是马来西亚政府的问题 而是日本政府的问题 对 当时记者问到安华说 这是不是国阵 还是是不是国阵外交部的问题 安华就没有回答 没有正面回答 是不是 他就不能回答了 这个他就明知道 这个事情是只包不住火的 那现在就就说明了 这通过这个雨生次郎的说法呢 就证明不是马来西亚政府问题 如果是马来西亚政府问题 他又怎么样有这样的信心呢 确保事件不会重演 他只能够在他国家 他有这个影响力 但是在马来西亚 他绝对不可能有这个影响力 那么其实他 他也说呢 在日本也就逗留几天 马上就回来进行 嘉莹的补选活动了 那么最近的 在巴达岭南区国会议员 他也是公正党的议员 许来行 他和另外一名 也是州议员 他俩就开了一个 应该是记者会 是怎样的 他们直言不许的 就说只要安华能够胜出 嘉莹不选的话 那么他肯定会能够 就是他肯定会接任 雪州大臣的职位 这样子的一个言辞 其实大家好像是司马昭之心 大家都明白 但是现在安华口里说 我不一定 不一定 或者说我不选州议员 我即使当上州议员的话 我也不一定当雪州大臣 但是其实事实上是怎样的 其实确实应该当成雪州大臣了 但不当了上海 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个不是他说了算的 其实有太多方面的原因了 最主要是安华败选或胜选的话 他的这个带来的结果 或者带来的一些影响是怎么样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但或许明眼人已经看得出来 不然安华为什么要竞选 就把我要办这场补选呢 到最后目的 大家明眼都知道 看到说就为了这个雪州大臣一致 但是目前呢 我们大家还像你刚刚提到的 还有重重的难关 还要再闯呢 嗯就是 在马华的候选人这方面 民调也出来了 民调的结果呢 是周美芬啊 他是遥遥领先的 但是许多的基层的一些啊 党员们或主任们啊 他们就推荐 推荐是李万行 他也是马华乌冷区的会 乌冷会去的主席 乌冷区会的主席 那么呃 其实他认为李万行 他就是常年在啊 家营区服务 即使他败选之后 他也常年在家营区服务 所以他的民意支持率 应该是很高的 所以推荐李万行 但是好像从这个层面上看来 其实呃 安华 他胜 还是一种疑问 对吧 嗯 其实你看双方面啊 在我 其实所有的选民 他当时选民连的目的是想推翻现在的国阵 让民连上能够反能够进驻不成 但是现在呢 大家要看选选一个州议员 选一个州议员是为人民去服务的 为人民去服务 也许家营的民众选民就会想 只要谁能为我更好的服务 我就选谁 说不定选民会选择李万行 对有这个可能性 但是另外可能性你不能否定的 就是说呃 明就是人民呢 还有抱一个希望 你如果现在呢 那个希望是在505国 你要把国阵政府推翻吗 那你推不翻 现在人家把安华安排下来了 明年把安华安排下来 就是说哦 这个安华呢 你只要让他赢的话 我们就能够把他带进步城 就能够把这个希望实现 人家是说了是这样子的一个一个理念吧 对不对 所以还是有人民会容易的 呃 受影响 去相信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再不然就是说 绝对不能让国阵营 就对待着人 继续燃着大家对着国阵的仇恨 而把含泪 有一个说法 含泪把票投给他们 对 有多么大的仇恨了 就是对 最 变弃吧 我觉得对悲哀的部分呢 还是说 他会令到很多选民啊 就支持明年的人呢 你即使在 怎么不喜欢这样子的安排 不再不喜欢这个家营行动 但是呢 你还是不能把票投给国阵 为什么呢 你投给国阵 你就是背叛了民主 你是背叛了人民 你背叛了民主啊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你现在这种情绪 他会稍微减一些的 没有那么 对对 没那么 你没那么激烈 但是还是含泪的去投啊 但是现在安华的竞选大臣 他说的 确实是很好听 为了入主不成啊 让人民去选择我 我们要入主不成 那么背后的原因 其实我们昨天 也谈了很多很多 夹码 加码 加码四个字说 这是屁话 什么为了入主不成 就安华出来才可以 那如果是可以的话 早就入主不成了 那现在你 让你 加价 赢了话 你就能入主不成 这不是天方夜谭吗 对了 就是在忽悠 忽悠的这些选民了 他用了三个 三个 什么啊 昨天叫 一忽悠 二悲情 二悲情 三什么 三恐吓 恐吓 全都用上来了 所以看这一次呢 会怎么样的奏效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王建民 博士 查证区的国语医员 我趁这个机会 要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如一 身体健康 马道工程 谢谢 链铛头 我是恩慈 最高照 我是辉 天马行工 我是妍妍 是回到了我们这段时间呢 要跟大家继续谈谈 一些国内的消息 那这一次我们就 先到东马去 看一看这个新闻了 因为我们也知道说 昨天大概跟大家 稍微提起了一下 就是 沙州的首长 那丹水 就是 他本身也会就提到了 他将会在 这个星期六 也就是十五号呢 就会来接见 沙拉越的元首 那么呢 来表明他本身 要持续首长 职位的意愿了 嗯 那么呃 其实在这样的 一个情况下呢 他也有几个候选人 哈 那么他的接班人 其中有三个 比较热门的接班人 呃 有一个是 土保党的宣传主任 阿迪南沙 呃 阿迪南沙 呃 阿迪南沙登 哈 另外一个是 土保党的 属里主席 阿邦佐哈里 还有另外一个 是土保党的 副主席 阿旺登雅 三个人 其实不同的媒体 对三个人的评价 也是不同的 呃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 报章这个评价 哈 他说啊 这三个人最容易被看好的 应该是土保党的宣传主任 阿迪南沙登 因为啊 她是 她是啊 太义妹妹啊 的前夫 而且呢 她与太义 现在也是重归与好 比较亲近的一个人 所以她当 啊 她是最看好的 但是呢 其实啊 另外一些报章也评论啊 她的不是被看好的一些原因呢 就是说明啊 她呃 因为她跟太义的关系 是时远时近 呃 没有那么 一直没有那么亲近 呃 所以那么 其实两个报章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另外一个报章 报章比较看好 土保党的第三位 就是副主席 阿旺登亚 那么阿旺登亚呢 她啊 她 她是一个强硬派 她对巫统呢 是一个强硬派 啊 而且呢 除了太义以外 她是最大的掌握沙州资源的一个人 呃 所以这个人呢 也是被另外一些报章所看好 呃 这几个人当中 其实最谈不到的应该是土保党的属里主席阿邦佐哈里 因为他是与巫统比较 关系是比较密切的 大家都是很反巫统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心理之下呢 她的就备受欢迎的程度应该是稍逊于其他两位 但我反而看好的是呃 这位阿邦佐哈里 因为根据我们以前所看到的一些呃 进就是发展啊 看起来阿邦佐哈里确实是跟巫统的关系会比相对比 那两位还来得更密切 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子啊 搞不好才是让他有机会可以上位的呃 这个原因 在之前呢巫统本身呢 他们曾经跟太义好像有过一些协议啊 就是只要太有在位的时候呢 巫统就不东渡 他就完全让太义来掌控 那现在我们昨天也是谈到嘛 会不会巫统有介入这个太义的退位呢 那如果有介入的话 换句话说 太义他已经妥协了这个退位 会不会接下来安排的这个上位的 就和巫统有比较密切关系的阿邦佐哈里呢 这也是一个可能呃 可以可以发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虽然说巫统的副主席呢 都是李沙菲义呢 他有表明说他们不会东都 而且也并不会介入在沙巴州的一些政治 他说虽然有像刚才说的 这样子的一个推测 或者是呃 各方面的说法 说可能呃 就是在巫统这方面呢 跟呃 沙拉越州的一些政治趋势呢 会有一些作用力 但是呃 这边有虽然也说了一些呃 反驳的一个说辞来说 这些都并不是他们呃 要走的议程 也不是要铺路 要让巫统进入沙巴 就是沙拉越州 那他本身呢 呃 反正就把说散播假消息的 或许就就是呃 反对党做的一些事情 嗯 那因为表示说 刚刚你刚才也说到了 之前呃 虽然说呃 敦马在位的期间呢 就跟呃 就是太大 太义就有了一个算是协定 就是说 只要是他们两个在位期间呢 都不会有东都的情况出现 但是这呃 当随着太义要退位的时候 会不会有什么样的情况 可能会有这种改变 因为很难说 但是巫统本身呢 就否认了 他们是有在背后主导 这沙拉越首长 推位的这件事情 他否认是吧 嗯 他们否认 他们不认同这个说法 但是这是当然了 官方说法 会对媒体说法 肯定也要这样子说 他总不能说 这是我们影响的吧 这个问题可大了 路 他这样子说 其实通过行动 也可以看出来 你看阿姆扎黑 那种部长也去了 对 颁发表彰 表扬彰 给太义 而且昨天我们看到 副首相慕尤丁 他最近也是呃 前去沙拉越去主持交接仪式啊 之类的 那么也有对 对于进行表扬 嗯 之前呢 呃 太义还跟那集接接接接见过 他俩面对面私下里谈过 所以种种种种的迹象 你看整个国家的三位最高权力的人 都跟太义接触过了 足以看到巫统对于沙首长的退位 他的影响力有多大 是 而且这也可能显示出呢 沙越州有可能会在近期内闪电大选 而不等到这个2016年了 就会尽快大选了 因为毕竟如果他退位了过后呢 就呃 你问你办了这个大选 还是才有可能把太义安排在下一个职位上面 比如说像这个周元首啊 所以我们当然是呃 想知道说这个接下来呢 在太义 无论是太义本身是做上周元首 那接下来这个下一位的首长是谁 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因为毕竟呢 这是一种博弈哈 是一种博弈 没错 国阵可以占 可以说主导权 如果国阵可以做主导权的话 刚才像你所说的 他肯定是选择最亲国阵的那一位当首 当首长 那么如果国阵没有那么大的主导权 那么也许是另外两位当啊 当首长 但是国阵这方面 他又是怎样的一个心情 如果他认为啊 这个首长和太义一样能够听我的话 那么呢 不妨放手让你去当 我搬你在我的掌控之中 呃 有可能会有一种担心是在于哪里呢 比如说像刚刚你说的这位图保党宣传主任 叫阿迪南沙登 对不对 他是跟太义是有比较密切的一个关系 在亲戚上吧 这种密切的关系 那这个关系呢 可能会让巫统有一层的担心 那即使如果我让这个阿迪南沙登 他出任成为首长的话 他会不会能够受到控制 还是背后依然是由太义来操控着 呃 所以巫统可能不愿意这种情形来看到他发生 那所以我说呢 如果站在巫统的立场上呢 应该不会支持这个阿迪南沙登 那另外一位呢 这个阿汪登啊 OK阿汪登啊 他掌控的是沙州资源 是进呃 这位呃 他一之后就比较大的 第二把交易 是是最大的一个资源 那他掌控这资源呢 就让他有谈判的筹码 所以我倒觉得说 反正是这两位 就是阿汪朱哈利 可能或者是跟阿汪登啊呢 他他们面临有机会上位的 呃 机率会来的比阿迪南沙登 来的更高 如果巫统有介入这个呃 首长的退位的话 那种种种种的迹象显示 确实巫统感觉上 他是有背后有一些影响的 这个沙州资源首长退位 是有一些影响的 你说他在位三十三十多年了 他要退位 他随时可以退位 但是为什么是在这样的时候退位呢 而且是在呃 这样多的迹象就显示出 他好像是获得了巫统的祝福 来退位的 呃 呃 所以你看呃 所以可以看到巫统啊 现在他对于沙州的主导权来说 有人会担心啊 沙州是不是沦为下一个沙巴 呃 让让巫统东渡啊 呃 其实我相信啊 巫统他最大的野心就像沙巴一样 把沙老月牢牢的控制在自己的身中 是 但是现在目前情形下 好像不允许他这样去做 他只能是控制其中的几个人 来掌控沙巴沙巴沙老月的局势 所以太医会退位 他肯定有达到了一定条件上的妥协 就不懂在什么样的状况下 也许他的这个条件是 他可以当上沙老月的呃 周元首 那如果当上周元首的话 他即使是让其他人 比如说让呃 这位跟巫统比较好关系 他帮周元首 他也当上来 他也不担心啊 毕竟还是有一定掌控的 这个资源的这个权利 那如果像您刚才说的 但如果当太医 他本身要出任周元首的话 那可能就会又有另外一场的补血要来临了 就是万年 万年燕州的部分的这个地区 嗯 巴林边 对 然后也有一个消息指出呢 或许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话 那他或许会派出自己的儿子 妈木阿布巴基尔 来代替他守着这个领土 所以你看他也是已经有备无患了 他就知道说 如果这个补血上的话 让自己的儿子上 但是在整个太义家族里面 他们的关系是挺复杂的 老实说 我所知道的情形是 都是那种 好像你看港剧啊 勾心斗角啊 抢国家产啊 这样子的情形都会发生在他们的家里 大家庭都是这样子的 因为他也是不是一个太太 他有另外一个太太 皇后很多麻烦的事情 太多这样子的状况出现了 即使他安排自己儿子上阵呢 也不代表说 能够帮助到他 在他正常上稳固下来 好 那我们再转个焦点来看看 在我们这边的教育 很多时候呢 小英嘛 小英雄啊 是吧 小英雄 对 我们都看到说 在反弹委员会呢 他本身 虽然没有办法 对太义做出什么行动 但是他可以从小 小学开始着手了 就从教育开始 只要来打造一个更连结的社会 所以反弹委员会 他们举办了一个 我是除滩小英雄的校园 除滩教育推荐 那第一间的学校在哪里呢 就是不中的哈古乐华小 那他要推行这个计划 他的口头 口号呢 就是叫做 诚实不贪心 社会更美好 那主要呢 就给这些小学生 关注一些怎么样 连结或者是怎么除滩的正确观念 希望从小就可以培养他们 这方面的良好价值观 也将来呢 因为小朋友 就是就是未来社会的一个栋梁啊 我们以前小时候 有没有读这样子的东西 就是好像道德教育里面 应该也是有吧 就是说 他没说比较少 就没说连结 这个部分 对贪污的概念 不是那么清楚 他直接说 让大家要做好人 要不要 要为别人去服务 然后不要贪心 它是比较笼统的一个大概念 可能对 就是到底贪污是什么的概念 比较 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方面的想 的了解 但是会有作用吗 让小朋友来了解 何谓贪污 我觉得其实是非常大的作用 因为其实真的 很多时候价值观是从小培养的 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可以打个比方 我们如果说现在出门 或者是跟着父母 或者跟着一些叔叔阿姨 那可能就经过 警察就是如果说超速 然后被警察停下来 然后呢就看到谁 可能就是长辈进行了 就说原来可以退路 我可以透过花点小钱 就可以避过惩罚 这些其实就是情谋化的 埋在孩子的心目中 原来这样子做法是合理的 因为学习都是从模仿开始的 那如果才从小的时候 就已经让你知道 这件事情是不对的 不应该这样子做 我想这个对以后呢 整个社会的 做错就要接受惩罚 对这整个看法 或者是一个反贪 在包容的意识呢 是有很大的提升的 我也比较赞同 这个做法是比较有效 也比较比较有效 也比较好了 但是他还有一个就吉祥物 这个活动的吉祥物 这吉祥物是老鹰 为什么把他作为老鹰 把老鹰作为吉祥物 其实老鹰他的性情 他性情的是比较凶猛 比较奸华 而且是比较老到沉着 圆滑的这种形象 所以也许是小英雄 小英雄就叫老鹰了 但是老鹰是老的 小英雄是小的 小英对老鹰 对不对 他有说 就是老鹰在捕捉猎物的时候 动作敏捷 那希望小朋友 小学生在当除摊小英雄的时候 能够当老鹰一样敏捷 我感觉这个就是一个 宣传的方式 它要达到一个真正效果 让小朋友能够 打进小朋友的心里面 很可爱这样子 然后可能会加强 他们的一个印象 我还是有所保留了 因为毕竟小朋友 还没有经历 这个社会的险恶和残酷 但他经历 不如社会过后 像老鹰一样就知道了 对像老鹰这样的时候 就懂得老鹰巨华 是怎么样玩了 这个游戏 我想先打个预防针 到时候会不会感染 这样子的病毒 就看个人的造化了